抵波拉疫情渣记 日文会讲台语 就是不会讲国语 那我的母亲三岁的时候 就失去了父母 所以她是一个孤儿 没有受过任何的教育 母是丁 那两岁 我两岁的时候 父母就搬到台北去 希望在那里建立做生意 那他们非常的忙 所以对我的教育 或是对小孩子的教育 当然也就蛮忽略的 那我就这样子进到了学校 那因为我的原生家庭 讲的都是台语 所以国语的小学 学校就成了我的外来语 我的外国语 那因此我的学习 的确是差强人意 那我记得最有印象的是 我小时候非常羡慕很多人 写一首好字 然后干干净净 整整齐齐的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没有办法把字写好 那我就非常羡慕那些 字写好的人 那我观察到一件事就是 他们的铅笔和漂漂亮亮的 干干净净的 一打开 一排一排 整整齐齐 已经消耗的尖尖的 千笔 然后还有一个 很漂亮的橡皮擦 那我知道他们可能都是用那种 电动的 或是手动的那种 刨千笔机跑出来的 所以他们字就写得很漂亮 很工整 然后书本就保持得很干净 那我呢 跟他们就是天壤之别 每一次我回家写功课的时候 我就找不到铅笔嘛 然后要不就是铅笔断嘛 那我就会把断掉的铅笔 拿去给我父亲 然后我父亲呢 就赶快找 直刀片 然后帮我刨刨刨刨刨 那因为他忙呢 那刨出来的铅笔 就是又粗又盾又难看 这就是为什么我字写的 这么难看的原因 这是借口吧 那所以我小时候的想法 跟印象就是这样子 那当然呢 因为我常常写错字嘛 所以就要用橡皮擦擦 我又没有橡皮擦 所以我就会用口水 涂错字 那你可想而知 越涂就越什么 越错 越涂就越黑 然后这边破点 那边破一点 整篇的作业 就可以起码无的 有一次我的同学就 我的邻居跟我说 乌树林你知不知道有一种东西是可以 插铅笔的 我说是什么 他说橡皮树 我说橡皮树 那台北其实街头蛮多橡皮树 那橡皮树的树干呢 就是松松软软的 然后它是一层一层的 你只要扒一块 它就一片的那个树干皮就剥落下来 于是我就跟同学去找那个橡皮树 然后扒一块橡皮树皮回家 然后当我写错字的时候 我就把橡皮树皮拿出来 然后擦擦擦擦擦 但是你知道结果是什么 一样是越差越脏 越差越难看 一点都没有办法帮助我 把我的功课做得干净 整齐利落 所以我也发现一件事 我们人有时候犯错 找错了方向 找错了方法 要来纠正错误 结果呢 却越描越黑 反而呢 越陷越深 会不会这样子 会 所以当我们要纠正错误 或是改掉一些坏习惯的话 一定要找对方式 在圣经里面呢 上帝说 我必涂抹你的过犯 像厚云一样消散 原来上帝呢 可以帮助我们 纠正很多 我们生活的坏习惯 帮助我们纠正过去 我们的错误 那那种纠正 可以像那厚厚的云 就算你的过错 或是你累积的习惯 已经非常的厚重了 可是它会帮助我们 把它涂抹得干干净净 像厚云一样消散 这真的是非常的好 我有这样子的经历 这也是我自己的人生经历 那我也盼望跟你分享 有机会 你也试试看 谢谢你 一起分享 底波拉 一起炸鸡 我们明天见 我们明天见